我三岁时开始滑雪 我九岁的时候就是得了全国少年组第一名 然后十三岁的时候就是我第一年进入成年组比赛 总的金牌就是所有的 可能有四五十块 然后全国的有九块 我生以前我妈就是特别喜欢滑雪 所以我生起来以后 我妈就是带着我 我三个月差不多 然后就上山了 完了以后我三岁的时候 就是滑雪学校开始收小孩了 所以我就是进到了滑雪学校 四岁的时候就滑来滑去 满山别全都能滑 就是滑雪猫跳在树林里下着大雪都能滑 我就是不觉得危险 我没知道有危险 我就觉得挺好的 雪挺好的挺软的 就睡一会儿就再出 她从小吧就是特别喜欢冒险这样 爬树或者有什么树干 有什么小棍 有什么小石头 她见什么爬什么 就是胆子特别大 在奥克兰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塔 我记得是192米高 我当时妈妈觉得都要昏过去 3 2 1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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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妈 但是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是最冒险的一东西吧 然后我学会了最重要是要尝试新的东西 因为虽然害怕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是这个滑雪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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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于尝试的精神 也是谷爱玲开启并坚持冰雪之旅的原因 又回北京了 今天早上到北京 直接就来天安 喜欢吗 那些字你认识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传绝 那中间这个照片是谁 毛泽东 对了 漂亮吧 这位13岁的中美混血儿叫艾玲 她有一个梦想 希望能在2022年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 能在自己的家乡参加北京冬奥会 这也是妈妈鼓艳的心愿 尤其是在北京参加2022的冬奥会 因为对她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梦想 我觉得她肯定会特别高兴 艾玲从三岁开始跟着妈妈一起滑雪 九岁开始包揽全美滑雪比赛少年组的冠军 再过七年 这对母女能否如愿以偿 站上北京冬奥会的梦想舞台 还真行 一个人在长城上唱歌 还没来得及调整呼吸 艾玲就踏上了决赛的赛道 她能否克服身体和内心的压力 完成比赛 她安全降落了 所以没问题 我们那个目的达到的 首先就是第一安全 她也是觉得挺好玩的 尤其是在那个重变的情况下 恢复了 然后又好玩了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都非常好 艾玲的焦躁与不安 在拿到金牌的那一刻 全都烟消云散了 她的笑容也深深印在了妈妈的眼里 在世界杯意大利战的比赛中 艾玲发挥出色 斩获女子双版自有式滑雪 破面障碍个人手 世界杯金牌 增入嘉境的艾玲 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不断去突破 最终成功登顶 国际雪莲积分榜排名的首位 这为了加入中国国家集训队 铺平了道路 我是一名乔中生 我是自由式滑雪世界观众 谷爱玲终于梦想成真 2019年6月 她发布微博展示 国际雪莲注册运动员的国籍为中国 谷爱玲尚未从昨天的摔伤中完全恢复 因此放弃了挑战高难度动作 转而选择了自己更有把握的动作 最终 谷爱玲和张可欣比肩而战 为中国对包揽了该项目的关亚军 彰显了全新的中国力量 最大的对手永远是我自己 能把自己做到最好 能跨过自己的界限 做一些自己没想到可以做到的事情 第一个比赛日进行的是爱玲的主项 自由式双板扑面扎碍技巧的比赛 爱玲以0.5分的微弱劣势获得亚军 接下来是自由式双板U型场地的比赛 最终爱玲以93分的绝对优势收获金牌 我都被人向自己的重新都一天 看到这些责与是非常棒的 那些财势的仍然是很棒的 阿琳玲 今世几乎会拒绝 Kirstie 贤卫 什么阿琳玲 她需要发动这次 她的登场 她是大壮的看起来 她的登场 阿琳玲 她的登场 阿琳玲 她得到最终的代表 是81.5分的 她是在约组的位置 但这不是最大的出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陌生的环境 不同的雪质 都会带来再的风险 怎么样 车好 翻好了 刚才我看你那个速度调整的比较好 不够 不够 还不够呢 第三个 二和三都拿口了 真的 第一个过三了 我第一个再走慢一点 第一个走慢点这样的话 后两个速度可能还更好点 是吧 OK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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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困难认识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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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Oh no, what is that? Yeah, but I feel like I dreamed it. 真的 从雪场回来,艾琳的病情突然急剧加重。 因为刚才那个病情突然急剧加重。 如果咳嗽,非有疼,又闯不来气。 先休息吧今天,啊。 好好休息休息,不着急,啊。 等到彻底好了,然后再去,啊。 鼻子里也太烫,不发伤了。 就是嗓子特别疼,是吧? 这么疼? 因为那我面前去看,看医生痛。 因为刚才那个病情是很疼的。 那时候比方想发炎了,我觉得。 那我感觉太疼了。 这么疼啊,嗓子。 我先躺一会儿先躺。 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三更在这儿,我看看啊。 胸脚还没好的,但是,你肯定没事。 走吗? 2021年,X Games在美国阿斯本举行。 X Games是世界著名极限运动会。 全世界最优秀的选手,都将齐聚在这里。 这是谷爱玲第一次参加X Games。 我从小就一直看着X Games长大的,尤其是在滑雪世界里面。 只有X Games是和奥运会是同级别的比赛。 他也终于能在这里和他最大的对手,马蒂尔·德克雷默,在大跳台项目中正面交锋。 阿斯本站率先比拼的就是大跳台。第一轮比赛艾玲率先出发。 。 艾玲做出了1080动作,平稳落地。 排名成功升到第一位。 网阶X Games中,格雷默正是以此动作夺得冠军。 格雷默也开始了他的第一轮表演。 第二轮较量开始,艾玲决定提升难度。 争取拿到更高的分数。 。 。 第二轮的失误让艾玲落到第三位。 顶着压力,她开始了第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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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格雷默也赢前几轮的失利 准备在最后一轮放手一搏 格雷默突然放出依次40高难度动作 并完美落地震惊了全场 每次比赛我都会感觉同样的压力 因为我从小就学会了压力不是从别人身上来的 而是我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的压力都是从动作来说 爱玲已经没有退路了 不服输的她准备再次挑战前几轮中未能完成的1260高难度动作 但最终整套动作失败 强烈的挫败感涌上心头 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将爱玲对自己的期待值提到了最高 The X Games的失败就把它推入了谷底 再次变成继续 再次变成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不是听老师讲 所以我要是想做作业的话 就是百分之百的精力全去做 然后用百分之百的时间去滑雪 这样我能滑到最好的成绩 也能学校得到最好的成绩 合理的规划为她赢得了更多的系统科学训练的机会 她的体能和滑雪技术因而得到了飞速提升 我就有一个精神就是想当最好的 但是也不必是要把别人压下去 而是想当我自己能当最好的一个人 然而 学习与训练始终无法调和 为了全力备战冬奥 爱玲决定提前一年完成高中课程 为此她专门来到北京 集中参加各种补习班 准备提前申请大学 A B加上一个二分之一的 B D加 B C 等于谁 来 国安玲回答一下 应该选C D 选C D拿下是什么 A G A G可以拿呀 因为 B D加 B C B D加 B C A G 换 El D D B D B D 边滑雪 边编学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的 所以我喜欢把学习弄好了 然后再去滑雪 那样两个都可以百分之百用心去做 I've gone to Beijing every summer Since I was two I'm fluent in Mandarin 我母親生在北京,移民到美國 所以我對中國有很深深的歷史 時尚 我小時候滑雪的時候 肯定沒有想過 我會進入時尚拳 但是我有了這個機會 馬上就好好的拿到它 然後把它做到自己最好 No matter what I do I apply myself very fully to it It's almost like I have three different lives I think I first got into the fashion industry seriously When I was 15 And I got invited to Paris Fashion Week It just really opened my eyes to the fashion world It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ski world 我特別喜歡所有的選擇性去做 因為我覺得像滑雪一樣能表示自己 能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同時也是挺讓我感到身上腺素 The fashion industry and being able to be in that is definitely I think yeah it is the glam Being able to wear all these amazing amazing brands Whereas in skiing You know sometimes maybe I'll just show up in a hoodie 你長過來說你就看鏡頭 看上鏡頭就可以了 看上鏡頭就可以了 然後成長過程中 把世界變成一個更好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覺得其實因為是我從來沒有說過 我自己是別人家的孩子 或者美女學法或者什麼 雖然我非常感謝大家這麼跟我說 但是其實是別人選擇性的在我身上放這些標籤 我沒有把自己想成這樣的 所以呢其實最重要對我來說是做好自己 專注的就是focus 所以我很難說 因為我是在過程中能看到照片的時候 會感覺非常開心 因為這個等於是想落一個心動作一樣 就是能看到自己努力做出來的作品 但是我正在做的時刻 我是完全在想我要做什麼怎麼去做 是一個非常科學的想法 所以自己的感情不是特別重 累但是不累 我覺得我身體 我覺得我 腦子累 但是 不是不好的累 就是 沒有 Energy 今天最重要是找時間去訓練 在拍攝以前或者完了以後 找時間去健身房 也 努力了 然後找一些自己的時間 我一直覺得最重要的 我最想代表中國原因 是因為我想 能看到更多人體驗和 和自由式滑雪的接觸 所以能看到中國隊 學習這麼快 然後 這麼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學到這麼多 我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 因為那就說明我的目標是達到了 通過滑雪我能跟很多人去交流 所以我覺得現在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能和年輕人去交流 在那時候 我記得我10或11年 我開始想想 在中國 我看到 在中国人们的爆炸中的游戏 那些人还没有知存在在中国 这是一个游戏我用了很多年纪的生活 我太爱了这么多 它带着我一种感兴趣的感兴趣 我开始发现 没有人像这样的人 我可以在中国在那时 我变成这样的可能性 我变成这样的人 我认为是一个巨大机 我不能负责